我喜歡鐵道這件事 很難用筆密去形容 但行為上或者工作上的表現 都可以百分之二百地表現出來 我叫Micky 是一個鐵道愛好者 如果港中熱課應該由幼稚園開始 最瘋狂好像現在 加上形式式類型的車款 都應該有過萬卡 我猜我的收藏應該 初日都用了幾十萬 半層樓的首期 可能朋友會覺得 玩火車燒雲子 每個人的興趣玩的都不同 只不過我玩的是小眾的玩意 所以令到我也想堅持 令到別人認同 其實做這件事我都可以很專業 很專業 不是單止去玩 其實可以在工作上形容到 夢想就是想做一些 和鐵路有關的工作 讀完書之後 做一些文職 可能會計 等等 試過有一次想轉工 不如試試做港鐵 做車掌 很開心的收到offer 接觸到Panel那一刻 就覺得很神奇 車動 我是可以控制到車 那一刻是很興奮的 多麼驚訝的事 那一刻就覺得 小時候的夢想 已經完成了一個了 長年累月 因為很多時候都可能 坐在駕駛室裡一個人 可能我會發覺 我是喜歡和其他人 去交流一些火車的心得 所以我最終都是選了模型舖 那我現在終於做到 一間鐵道模型的店長 本身自己不是一個 很有資訊的人 可能跟別人解釋到一些 特別專業一點的資訊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肯定性 有一次在YouTube 就看到一段影片 有一段新幹線很漂亮 歷代的新幹線 很多都已經是退了役 或者已經是消失了這個世上 唯有用模型去顯現那樣東西出來 日本人也有能力 我們香港人也有能力 當初知道中期翻新的車都會退役 其實都很可惜 我們問港鐵 就拿了一些來車上的零件 可能是一個扶手柄 車門 還有腳車門展示燈等等 最感動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在自己負責的店舖 有一個民間的鐵路戰艦 沒有想過一個零件 它可以退役 但都可以活用在這裡 我在這個展覽上也提供了一些相片 還有一些之前在港鐵學了的知識 未出生的朋友 就在日後看的時候 原來以前的貨車是這樣的 都希望做到一件補育的事 令到他們知道以往的歷史是怎樣 未來的目標 就是想開始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去介紹自己的收藏 令到大家都容易些去認識這個滿意 謝謝大家